有相当多的游戏都在2021年宣布了延期 因此2022年就成了近年来最让玩家期待的一年 预计有百余款游戏都将在今年发售 新年临近我们列举了一些最受期待的游戏项目 其中既有大名鼎鼎的第一方独占游戏 塞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 续篇 战神诸神黄昏和星空 也有备受瞩目的跨平台游戏 二灯法环 霍格沃茨 遗产和自杀小队 杀死阵营联盟等 不论你选择什么游戏平台 2022年都将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下面就让我们火速前往观看 预计在今年发售的48款大作都有哪些吧 本视频将以游戏的官方发售日期作为排序的先后依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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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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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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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上就是48款将要在2022年与我们见面的新游戏啦 大家最期待的是哪款游戏呢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